我现在在新北欢乐业诞城的现场 那今天是12月3日 就是它开城的日子了 那我们现在特地在它开城之前 白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欢乐业诞城的展场的状况 到底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就是主要跟乐高公司来合作 这样的推出这样的一个展区 那去年是跟迪士尼 那今天给大家换一个口味换成乐高咯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就在主展场 就是新北市民广场 那它还有另外的展场 就是在板礁火热站 还有一个万平公园那一边 那我们待会也会带大家过去看看咯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拍照 可玩的好地方咯 那我们一起走咯 Go 我们现在在新站路上面 那我们等着要从新站路这边开始进去 市民广场里面 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 那它旁边就有一个最经典的光栏 很多人会在这边 拍照打卡的一个很美的光栏 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就走进去看看咯 那边有个胖胖达夜段小楼 看起来是用来买东西可以寄出去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个拍照打卡间点 这边一进来就是一个松包子 松包子卖包子的地方 肚子二楼可以来这边买东西吃咯 那这边旁边就是同乐咖啡杯 虽然还没正式开城 可是这些游乐设施已经开始咯 在这个工程里面就有设立了一家乐高专卖店 然后里面都是卖应该都是乐高积木那些的环具 然后现在因为时间还早 人还不多 还不需要排队就可以进去咯 这是一家卖薯条的一个店 那也有卖一些饮料 那买一买呢 可以到旁边这边的一个饮食专区 这个饮食专区是专门开放给这边来这边的游客 用餐做使用的咯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一个宜德利家居 那看起来就只是展示了一些 简单的圣诞节相关的一些家居这样子而已 然后他这边也是有一个活动 拍照打卡抽号里哦 可能来这边拍照打卡就可以参加他们的抽奖 再往旁边走过来 看到这边有一个三塔熊抱米花 三塔熊抱米花 然后旁边有卖一些戴在头上的法屋吧 感觉也是不错 晚上应该很多人回来买 然后这边旁边有一个美的梦想耶诞乐园 看起来就是做口罩的一个厂商吧 然后旁边都有一些小姐姐们正在推销口罩 不知道要不要钱 他会不好意思过去拿 好那我们看到旁边有这个叫做勇德生计 还有甲三菱集团的联合的一个摊位 那也看不出来可能是你要买房可以到这边现场给他刷地下去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给他刷起来定起来 这个旋转木码是几乎每年都有 那他叫做魔幻旋转木码 那他的开放时间是其实白天11点就开放了 那一次就是要可以做两分钟 那整点的周围休息五分钟哦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中保好生活中保科技集团的摊位 那看起来这边也是有很多企业合作 然后设立这样一个摊位 好像看起来也是卖一些小玩具之类的 好这有带我女儿来千万不能被发现 发现了可能要破费 好一个叫做德狗海豚 礼物有打工和圣诞节礼物哦 哦有圣诞节礼物可以拿 可能就是要拍照打送礼物 礼物有打工哦 这边又是旁边的饮食专居 那进去之前也都是要实研制的 要先扫码 然后再测量体温 然后就可以进去咯 那现在应该时间还早的还不多 好 所以说大家记得来新北方的叶诞车 是不能边走边吃的 一定要到这旁边的 专属的饮食专居 这就是今年欢乐耶诞城的主灯 那它是乐高的一个3D雷射投影秀 那非常的壮观 那去年我记得也有看过 那去年这边的主灯 其实还有一个小火车 更丰富一些 那今年大概就是一个圣诞树 旁边再加一个圣诞老人 就这样那可能因为还没开始 晚上它就会有一个灯光秀 现在大概看了一下整个市民广场前面 到底有哪些东西 那我现在准备去报那个对面的 板桥车站的仗前广场 看看还有哪些展展展展览 走吧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就主要有三个展区 一个就是市民广场 第二个就是仗前广场 还有我旁边的一个万瓶公园 那我们现在过去站前广场那边看一看 然后再顺道过去万瓶公园看一看 走吧 这边是新浮路的光廊 那它就是连接市民广场到成炳的一条天脚 那这一条天脚是走粉色系 看起来是蛮漂亮的 我们现在穿越了板桥车站 然后来到后面的站前路 我们刚刚从那个前面的市民广场穿越了板桥火车站 来到这边站前路旁边的这边的站前广场 那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区域 展览区域 那里面东西也是不少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还有哪些拍照打卡的景点咯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是跟刚刚市民广场一样 有一些摊位 那一路口这边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房屋吧 给大家做一个打卡拍照的地点咯 好 那我们现在走进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摊位呢 那我们一进来看到右手边就是 特立乐和乐 那它这边可能也是展出一些生活用品这样 那门口就放了一些娃娃布的一些东西吧 走 再看一下 走 带大家一起走进去来看一看 好 服务台 那现在虽然是时间四点多 其实离开城越来越接近的时间人也越来越多咯 那开起来这一家刚刚在市民广场也有 这边真的很怕大家肚子饿了 没东西吃所以蛮多卖吃的东西的 中间就是又是一个造景 就是小朋友看到很兴奋 会细致拍照的地方咯 好 我们再走进来咯 好 这边又是一个卖吃的藏在这里 这边就是卖雪条 也是吃的 好 感觉里面都是卖吃的 好 这边又有一个小屋子可以给大家拍照咯 花样食堂 也是卖吃的 诶 这边连Costco都有摊位了 可以来这边办卡 APP全新上线 电池会员卡 然后有需要的人可以来这边办 那这边还有卖泰式奶茶 还有泰季霸 还有一个玩具屋 叫熊熊玩具屋 所以这个展区大概就是这样子 两侧就是一些汤位 就没了 还有几个地方给大家拍照 在站前广场的旁边有一个游乐设施 叫做卖冒险海盗船 那现在也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排队 所以准备要进去玩咯 所以有来的话 也可以到帐前公司场旁边的海盗船 冒险海盗船 好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到旁边的万平公园去咯 我们现在已经到万平公园咯 万平公园就在那一个我们后面立宝百货的旁边而已 那这边的展区也应该是蛮大的 那我们等一下走进去看看有哪些东西咯 从万平公园走进来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大型的乐高积木拼起来的一些人偶啊 像是前面有一个马一些小人物 那给大家在这边做一个拍照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前走 那大家继续往前走的话 也可以看到说前面也是有一个大型的乐高积木 那主持 欸看起来前面那个乐高积木是一个比较大中型的城堡吧 那也蛮多的人在这边拍照 所以说来这边就是拍拍这些乐高积木 那回去大家可以买他的乐高积木回去组成小型的城堡这样子 好我们刚刚在万平公园里面看了很多乐高的大型积木 那也大概就是这样 那绕了一圈 那我们现在就去往前走咯 那再去看看前面利保百货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吧 可以看到利保百货旁边这边也有一些游乐设施 那这边是应该都是要收费了吧 好这也很像海盗船的东西 这边是迷你小火车 哦这个看起来就是要购票了 跟刚刚前面市民广场免费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是每个人一点 那一点是一百块哦 可能要先去里面买购票了 对那这边设施可能就比较少人会排队啦 毕竟是要钱的 你看还有一个旋转飞机 然后这个旋转木马 那旋转木马刚刚在市民广场 大家就不用钱了 这可能就是要付点钱哦 然后先这样子吧 这边是利保百货通往对面城 成品的一个空桥哦 那也是蛮美的 前面已经有两个小姐姐在拍照了 刚刚我们也大概绕了一圈咯 从那个市民广场一直到战前广场 再到了万平公园广场 那我们现在就要慢慢的绕回去咯 每年在新府路跟中山路口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主题网偶 给大家这边拍照 这边都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拍照景点 那今年的话 这边路口是摆放了一个很非常大的圣诞软 给大家拍照哦 那大家有来 别忘了来这边拍照留念哦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咯 那我们今天一路从市民广场 再穿越了百交河站 再到后面的战前广场 最后再到万平广场 这边做一个参观 那其实今年主要的东西就是跟乐高合作嘛 那乐高的话 就会有很多用金木堆堆起来的一个模型 主要的话展场展区那些灯饰 都是用乐高的模型来堆砌而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有特色的展区这样子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自己好好地看一下咯 那其实在组展场的话 它除了一些灯光秀之外 那也有卖一些小东西 那有一些纪念品啊 那我们有看到又有一个乐高专卖店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吃的啊 那有跟一些公司合作啊 推出的一个展区这样子 那都是要给大家拍照打卡用的咯 那后面其实后面的万平公园广场 我刚刚走过去看起来大概都是吃的 那吃的为主 那有两个打卡的景点 那吃的话 我觉得大家如果下班过来 想要看餐展的话 可以先到那个战前广场啊 就是战前路那一边 先在那边吃饱之后 然后再过来这边 可是现场好像是不能边走边吃的 因为我刚刚只有看到市民广场这边 有设了两个饮食区之外 好像在另外一个战前广场 好像没有那个饮食区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没看到吧 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后 后续也要设置一下饮食区 大家才可以在那边吃东西咯 再来就是万平公园广场 万平公园广场的话 主要就是一些大型的乐高金木堆叠而成的 那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那主要就是真的是给大家拍照打卡 做使用的咯 这一次的话跟去年比起来 我觉得好像东西的内容 没有像跟迪士尼合作 有这么的多东西可以去拍啦 因为乐高嘛 其实乐高就是一些积木 好像没有一个 算是一个主打核心的人物 或者是主题吧 就是说你堆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像迪士尼的话 他有很多人物主角 就是小朋友很喜欢 甚至连大人都很爱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今年的风暴度确实也没有去年这么好 那我个人觉得今年好像也稍微冷清一点啦 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感觉就 已经人山人海了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喔 那还要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资讯喔 好走吧 apply die 这 coloc 唐 你 在 那个 elite